ET个股推介是美团3690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祖简选原因 是憧憬美国息口已经见顶 内地经济数据好过预期 等恒指重上1万8关 美团占恒指比重5.7% 有望成为继续推升大市动力之一 美团预计在11月下旬公布柜值 根据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收入增加2.1到760亿人民币 经调整盈利增加5成到53亿 全年计经调整盈利预料增加6.8倍 到221亿 第三个业绩方面 中信政券说宏观形势之下 消费力不足对外卖需求产生抑制 加上高基数线下出油恢复 6月以来外卖单量增速放缓 暑期部分地区暴雨台风等 极端天气都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预计外卖等单量大约54亿单 增长1.9 餐饮外卖收入增加1.8 成本折弱之下 经调整后经营利润增加2.4 闪救接力增长预计单量增加大约4.3 展望第四季 需求端售额 造成餐饮恢复情况换价趋势 预计外卖增速受到影响 考虑到去年同期低基数 按年比订单增速预计仍保持稳健 到店业务方面和抖音箭开拉锅箭 份额波动在所难免 美团近年来加大境外酒店旅游业务布局 头10个月境外住宿订单 较2019年全年增长几倍 送信证券认为 美团增长稳健性及趋势较为明确 股值处于低位建议配置 股价方面 美团近两个月落跌到110元以下都见到承接 策略上可以是110元左右买入 先上网10月份前浪顶120元 至下降位大约125元